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感动啊 对呀 他是为了感动宋敏 这才是根儿 你说我还原以为他是支持方飞工作呢 对呀 当初方主任呢求他见大鹏呢 那他求的他不哼不哼的 见大鹏家家都得见 你跑你跑不了了 我没拿这笔钱我跑什么呢 我马上过去啊 那行了我马上过去 这假装接电话零响了 你知道啥呀 这叫震颤 静音懂不懂 这突然间这急性像是发高烧 你这样上来了是不是 这叫一箭双雕 你说我 我咋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就你 脑袋上给你安个发动机 再合上那两桶汽油 脖子上再挂个轴承 你那脑袋呀 也没有人家那脑袋赚得快 那还叫脑袋呀 多少钱呢 十九块九五八 行了二十二分不找了 真大方了 回去喝汽油啊 别忘了脖子上再挂周城啊 挂周城 我拖垃圾啊我呀 我挂周城 谢谢 董事长 你说 我现在真没办法了 要怎么做才能让方飞 放弃那个吴长海呢 你呀 要无为而至 以敬之度 以不便用外面 你别拽词 别拽词 你就说你想说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不是 以你这种文化应该理解呀 就是啥都别管 什么都不做 爱情这个东西 从古至今有个最大的规律 那就是父母越反对 两个年轻人越分不开 等什么时候父母疾风了 两年轻人也就分不开了 为什么 双方面都不冷静 相反 当父母的不闻不问 两个年轻人也就浓静了 开始思考了 我们俩在一起合适不合适啊 父母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啊 逆反心理 彻底消失 你别说 你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那行了 方飞的事呢我不管了 对 是吧 对对 但是我不能意味着我就放弃这件事了 我得以另外的方式去劝述 我曲线救过 元燕 方主任 我爸找你 让你去我家一趟 那你等我一会儿 燕华呀 你怎么就一根筋哪 你放着好好的前诊里不知道珍惜你 你 你还让我说什么呢你 真是的 这不 方飞答应你吴婶和长海结婚了 听说信就疯了 燕华 你这是咋了 长海 见面 你到燕华家买一趟吗 我干啥去啊 我跟你说 她现在听说你跟方飞 她现在听说你跟方飞要结婚 这都多上天了 你原意她 你好好劝劝她 你的话她能听你知道不 你是不是傻呀前明 我去了我说啥 你 你到这块来 你拿好话哄哄人家呗 我哄她高兴 那除非我跟方飞解出婚约 知道不 那我能做到吗 也是啊 前明 我倒是觉得你的机会来了 我 我啥机会来了 你都不知道 我现在根本就进不了她的身 这个家伙 刮刮给我砸的 都懵了 那你就天天跟她死缠烂打了呗 如果这点事你都做不到 我跟你说前面你可就没劲了 我 我咋死上来打呀 如果她打你 你就笑 她骂你呢 你也笑 不管她说啥干啥 你都笑 知道吧 不二啊 你以为你不二啊 好嘞 叔 我带了烧纸 给亲妈妈今日用 媛媛已经买回来了 我去做前明的皮卡 去县里买的 来 咱们接着上回来 好 上次啊 咱说到建大鹏的事 方主任 为了挣钱可以建大鹏 为了兴趣可以建大鹏 你是为了任务 才号召村民建大鹏 我是为了纪念也要建大鹏 叔 你只说对了一半 建大鹏有我的理想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花 上学的时候 我的作业就离不开花 也是你小院里的花 把我吸引过来的 懂了 你也想建大鹏种花 对 这是我从小的理想 但是今天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不种呢 说在一块儿去了 我昨天哪 去了趟林园趟三姨家 人家那大鹏里啊 种的都是鲜花 天天往北京收 林园哪 有个大花卉市场 咱小平房 也要建一个花卉市场 好 那咱协议签不签 签 马上就签 这 这咋还合上结合呢 这 这怎么还 帮 帮你大白 你说燕华 你这不是祸祸自己呢 你 这总共才多大个事呢 你出去 你 你说你咋呢 我请你出去 这么接话 你乐一个 你 你乐一个我就出去 现在真没事干什么 你现在还给我们家园子 收拾收拾呢 你等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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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飞 你妈要去你那儿吃饭 要不我们一块儿做饭吧 我们一起做一顿丰富的菜给的 好吧 终于找到一个相处的机会了 谁啊 儿子 丈母娘啊 喂 妈 我问你一下 我跟方飞结婚的事 怎么艳华一大早知道了呢 哼 你妈广播出去了呗 昨晚就给你们二娘 给你四舅母打电话 恨不得全村人都知道 妈 你嘴咋那么快呢 快啥呀 结婚是关门重大的事 我高兴打个电话还不行啊 妈 我不是那意思 那你啥意思 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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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comma 你在 Braun 叶华 你这不是折腾前名的吗 反正他闲着也没事做 光检 但是没一个是好东西 你别把被吴长海的火气 都撒到人家千明身上 人家千明招你惹你了啊 千明啊 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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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话呢 千明 听婶话别干了 别干了 别干了 没事 彦华说让我干啥 我去干吧 他这是折腾你的 你知道不 没事 婶 只要彦华能高兴 干啥都好使 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僵胆 我还有事我得走了啊 与婶话别干了啊 这孩子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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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呢 喂鸡喂鸭呢 我没命为性啊 大可婶啊 我这不正找你呢 找啊 你有事啊 没啥大事 你今天帮我分析老庄东西挺大 喂 等等 你俩就 方飞妈 对对对 方飞妈 方飞妈 听说你家超市要扩大门面 扩大门面 没有啊 钱鸣说的啊 不你小子们说话 没个准信你说 这不太医跟我说 我立马拿了四万块钱 让钱名给那个燕华送去了 虽然我经济不怎么样 但也紧着你 是不是 那这个燕华 他要钱干什么呀他呀 不对呀 再说了我这里有钱呢我 有钱呢 不是 我不是谈钱事 主乡让你跑跑腿 那点钱算啥 先挂着没事 你帮我跑跑腿 那借条就不用打了 借条 我一分没看见 跟你打得哪门 那借条吗我 气质 不是你没看那钱呢 我的钱没了 不是 我不是谈钱的事 我是想让你去趟方飞妈那 燕华 我跟你说 人家长海心里头 只装着方飞一个人 就跟我心里头只有你一样 谁也挤不进去 那我告诉你 我心里也只有吴长海一个 你也别想挤进来 我不信 燕华 我就这么缠着你 你只要高兴 你让我干啥都好 我就在你边上等着 信不信我削你 不信 不信是吧 行 那你等着 钱鸣 钱鸣 这事 钱鸣 你过来 我听你爸说 你这个燕华四万块钱 有这事吗 小兔崽子 一点都不懂事 你可是扩大门面 不管真假 你这拿四万哪够啊 说话呀你 你不准打他 他是我儿子 我不打他我打谁啊 四万块钱我拿的 你 叶华 咱家又不用钱 你拿钱干啥呀 十二 你别逼叶华了 那钱我压根就没给叶华 还给我这儿 还在你那儿 那拿他快快 你挂了 快给我拿着 你傻 钱鸣 你别替他遮掩了 叶华你说 那钱你到底干啥用了 说就说 我借给吴长海了 你 长海家有的是钱 他管你接钱花 爸 人家吴长海想养高端牛 他妈不给他钱 他妈不给他钱 他也要是花我们家钱哪 燕华 人家长海是马上就要结婚的人了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能不能别跟着搅和呀 你不怕别人背地里说钱话呀 爱家咋的 吴长海的事我不能不管 不是 这 看你 汉芷 叔 我正想问你呢 你家大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专屎拉回来了 其他财老没着落 手头钱有点紧的 这 你家建大鹏的资金已经如数领走了 是 我这钱是领了 可是我不在家钱吴长海给拿走了 吴长海现在不张老养的高端牛吗 你说他 跟我们家钱人从小光陪娃娃铁哥们 你 他说 长海又是你对象 你说他把钱拿走了 你说 我能说什么 是不 钱让吴长海拿走了 可不咋的 钱是彦华交给长海的 长海哥 彦华 这钱 你要先拿 干吗呀 你不是着急用钱吗 坐我这儿烧啥 我自己想办法 你自己想办法 你有啥办法呀 行 这钱我拿走 我贱 我特贱 彦华 彦华 这钱我拿着 我拿着还不行吗 这驴是吧 是不是这驴 千万不走 打人倒退 啥 我是驴啊 那你还给驴出钱 你不也倔驴 你还给驴 我说不过你 我走 马上咱走 方之 你说我看着你呀 为了见大鹏 着急上火 我这心里也难受 你说 我也跟着着急 你说 你说我也帮不了你生儿妈 我只有带头见大鹏 你说对不对 还有就是帮你减轻负担 帮你照顾一家人 让你安心工作 可这忙到现在也没帮上 叔 你别着急 这吴昌海怎么能这么久呢 昌海 媳妇 别着急呀 你听我说呗 我问你 你是不是拿了 钱叔家的四万块钱 不是 那是彦华给我送来的钱 我一分都没感动 你怎么能拿人家 建大鹏的钱呢 你这不拆我台吗 不是 我哪敢拆你台呀 就算是我想拆 我也找不着地方吗 我跟钱叔在村委会 你赶紧过来 把钱还上 那我把钱送村委回去啊 妈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叔 妈 你看 方飞爷马上跟我结婚了 很快就改口叫妈了 是不是 你可以给我钱 演高端牛来 买啥高端牛啊 妈 那当初你跟我说的呀 我跟你说的 我是说你结了婚 我才能给你买这高端牛 你没结婚的呢 妈 那结婚不还在等些日子呢吗 那你买高端牛也在等些日子呢 那不行啊 我合同都签了 再说预付款也给了 儿子 那合同是你签的 还是我签的 我 那违约也是你违约 我也没违约 妈 那你说我违约了 我丢人 你不也跟着丢人吗 我丢啥人呢 那你要是当了小偷 那我就不活了啊 妈 你说的啥话 你哪这样呢 我啥样啊 我告诉你儿子啊 你一天不结婚 你就别想从我手里拿出一分钱 妈 方飞这个月就要进我们家门了 还差这几天啊 还就差这几天了 我跟你说啊 方飞一天没进咱家门 她一天没睡在你的炕上 我和你爸一天没抱上这孙子 我这心里就不踏实 你呀 也就别提摆高端牛的事 行 那我认了 妈 哎呦 我呀 你可吓死我 一九一掌 我还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长海一会儿就拿钱过来 方主任哪 你说这没钱不行 有钱就好办 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家里的事情 你妈就不用分析去照顾了 交给你钱出就行了 妈呀 我结婚以后 你说我住哪儿呢 住家呗 妈 我想结婚呢 在城里边买个楼 你跟我耍心眼的是不是 咱家这就是楼 你上城里买啥楼去 你的牛圈在村里 方飞的办公室也在村里 你上城里买啥楼去 行吧 那我不买楼了 那你说我装修买点家电啥的 是不是得需要钱呢 那里多少钱呢 我大概算了一下 该五十万吧 五十万 老娘 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你就给它吧 行 我扔给 那行 那行 儿子 你买家电的 买材料啥的 咱便买便宜的 挑贵的买 啥贵咱买啥 咱不怕花钱 你看我自己也签完了 那个 媳妇 你站住 那个 怎么这么慢呢 我这儿还是紧赶慢赶的呢 还是达不到我媳妇的要求 算你还挺指挥 坐吧 给人家呀 陈总 点点吧 你看这都一个村住的 不用点了 够分量 够分量 行啊 那个 那啥你 你 你啊 走了 拿完钱就跑了 媳妇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在我妈那儿 已经要到钱了 钱呢 已经打到黄河集团了 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们就把高端架子牛给我送来的 你咋跟你妈说的 说装修房呢 那你这不是又在骗你妈呢吗 我这哪儿是骗我妈呀 要不了几个月 我的肥牛就出栏了 到时候我把钱就还给我妈了 打个短 我怎么觉得你对这牛比对我还上心呢 媳妇 除了钱名 燕华是不是还借了你一笔钱 他钱我不能动啊 那你是不信任我呀 还是不信任你自己呀 我都信任 但是叫燕华误会了 我觉得可不好 他现在应该不会误会了吧 是啊 他知道咱俩要结婚了 对他打击挺大的呢 心疼了 不心疼啊 心疼啥呀 所以呀 我劝你把这钱用上 你要是现在还给他 他肯定更伤心 你去 叶哲仪 娘儿在家呢 赏务饭准备了 准备了 我合计给宋女士吧 炖个豆角 你没做就先别做了 那个董事长让我来接宋女士 一起去吃个中午饭 在老曹家农家院 别浪费了 不去了 没事 就是镇领导 加上投资商 来咱们村考察 董事长说 得请他们吃顿便饭 然后就想把你一起叫上 你说咱董事长人多好啊 你说你一个外人 都要把你捎带着 人真好 就公务的事吧 我就别瞎掺和了 没事啊 这你也不是主编 你就是捎带脚去的 就是加个碗块的事 没事 走吧 对 你看又是投资商 又是镇领导的 我一外人 我就真的不参加了 要 对了 那个投资商说不定 你还认识呢 好像是方主任的大学同学 叫欧阳 什么人 谁知道他傻人 欧阳来了 那我真的不去了 麻烦你转告欧阳 跟他说 晚上我请他在这儿吃晚饭 不去了 对 不去了 对 这做人吧 就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有的时候就不能 再把自己当回事 是不是 不去了 好 那啥 那我就先走了 我送你 九一 我去就对你了 太把自己当回事的是你吧 宋阿姨 那个欧阳什么人 是什么人啊 欧阳是方菲的大学同学 也是他的初恋男友 初恋情人啊 那就前男友呗 行 也可以这么说吧 喂 妈呀 是不是跟吴长海 来抢方主任哪 是个什么人啊 谢谢 谢谢 坐 后辈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欧阳先生 他在咱们县里 这个紫萨工业园 投资建厂 听说你们村里也有紫萨矿 就来考察考察 是吗 不是 怎么 你们认识啊 梁镇长 方菲啊 是我的大学同学 而且还是我们班的班长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看 好 走 走 进入里台 走 走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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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跟方的认识 认识就认识呗 你刚看呗 她看方菲那眼神 跟方菲看她那个眼神 我怎么觉得这俩人 关系不一般呢 我跟你讲啊 一看关系就不一般 是不是 你自个儿没看出来啊 你看那小子 刚才看方菲那小眼神 叭叭叭的 就是啊 我跟你说 这小子来者不善 你加小心 别让人家 把你媳妇再给撬走 就是 她来者不善 但我也不是吃素的 想撬走我媳妇啊 门都没有 小子 侦查 好想 行了 都收了吧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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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天明天 怎么样 这小子跟方菲啊 还真认识 他俩是大学同学 叫什么呢 叫 叫 欧阳 利人 还叫正名呢呢 欧阳利人哪 咋的你认识这小子 你记不记得 我原来救过一个女孩儿 那你见勇为的事儿干那么多 我哪件还能全记住 就是 一男一女正在谈恋爱 差点让两个匪徒给劫了 那小子后来跑了 把这女的撂上了 你上去把那俩抢劫的给打跑了 把这女的救上来 这个男的就是欧阳利人 女的就是方菲 是这小子呀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欧阳想结婚以后 让方菲做她的全职态 方菲没同意 他们就分了 那她这会儿上咱们这儿来 这是要干啥呀 这小子来得挺是时爱的 不管她是来干啥 我不能装作不知道啊 他们去哪儿呢 上护山看紫砂矿呢 紫砂矿 那她中午一定会在 老曹家农家柚 和我一起吃饭 叔 今天这顿饭我安排啊 为什么呢 这我媳妇同学不来了嘛 我要不安排的话 她哪有面子 你这个举动我赞成 叔 一共几桌 三桌 三桌 那能够吗 曹哥我看看 那是梁镇长毛 中午不过来了 这菜行啊 曹哥 赶紧坐吧 好 好 来 天哪 那谁呢 那个宋女呢 人家不来 说中午饭在家做好了 要在家吃 不要怕浪费 别怕你 让你请人都请不来 你可真是 咋的 还来我了 你这是长寒啊 你说这请人吃饭这事 是不是就点到为止 这愿来来不愿来拉倒呗 也是啊 这玩意儿的话 太勉强也不好啊 曹哥 你是不逗啊 你老丈母娘 把董事长的魂都快勾走了 这一天天跟伺候祖宗似的 就这 还怕出场去 惹人不高兴的 你知道我最不爱凑热闹了 没谁就是一个投资商 玩镇领导不在这儿吃饭 也就是说欧阳在这儿是吧 那你认识他 方菲的大学同学啊 那你更应该来了 啥也别说了 你这么的 我让小玩过去接你 好吧 要是他俩能够再许前缘 也是一种郎阳补牢 咬咬咬咬 啥意思 去不去吃饭呢 去啊 去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吃顿饭还难啥逢呢 来 走 走 走 来吧 都坐好了孩子吧 来吧 坐阿姨 坐阿姨 那我就坐欧阳这儿吧 好好好 坐坐 坐阿姨 欧阳啊 这么多年没见 还是那么帅啊 哪有阿姨 我看到是您 是越来越有风度了 老了 就剩风度了 你们认识啊 我们太认识了 他读书那会儿啊 一个星期来 我们家吃一次饭 就爱吃我包的饺子 嘴可叼了 什么好吃吃什么 什么鲍鱼馅的 蟹黄馅的 嘎啦馅的 反正翻着花样 让我给他坐着吃 阿姨 那不是我馋 是您老变这样的 给我坐呀 对了 给要点醋呗 欧阳先生 爱吃醋 不是 人家欧阳啊 打呼人家的孩子们 讲究 进了餐馆以后 要用醋啊 把这餐具消消毒 孙阿姨 我这个毛病已经改了 是吗 你看 看 欧阳这么风度翩翩的吧 其实啊 他爸爸风度更好 你不知道吧 人家欧阳的爸爸 在我们那块 那是大企业家 我记得好像是 做房地产呢是吗 做房地产 而且啊 近两年又开始搞紫砂了 这就转了 你瞧人家那脑子 转得多快呀 是吧 孙阿姨 你是什么时候 见过我爸爸的 你忘了你跟方菲 谈恋爱那会儿 你爸请我们 在那个国际饭店的 旋转餐厅吃个饭 对对对 省我的记性 妈 吃饭吧 菜都凉了 吃饭 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那个是这儿的溜达鸡 特别好吃 那个 庄董说了 这个汤更好喝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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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尝哈 谢谢阿姨 你 来来 来尝哈 你吃个鸡爪子啊 你吃肉 我家里爬了险 别没那些破事 完了心烦 那个 那行 来 尝尝我们 小平房的美味 对对对 款待款待 咱们欧阳先生 谢谢谢谢 对对对 主要是喝汤 是吗 你的体型适合喝汤 咱就喝汤呗 喝汤 那个怎么样 到这儿看一看 咱那个紫砂矿 觉着投资有没有信心啊 小平房的紫砂矿 品味啊是真不错 我虽然看了一点 但是我已经决定 这矿点啊 就建在咱小平房村了 当然 我还需要去看看 这个矿外的 储量啊 开采啊 还有品质啊 运输成本 后面的事啊 还有很多 希望在座的各位 能大力支持 能支持 支持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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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你这个吃吃吃 老同学啊 你什么意思啊 给个态度呗 小平房要发展 当然欢迎你来投资了 除了投资 我还有一个要求 你说你说 你说 除了投资 我媳妇不会答应任何要求 吴昌海 怎么了 我就提前几天 叫你媳妇怎么了 真是公共场合 能不能别开玩笑 公共场合怎么了 公共场合 你就不说我媳妇了 来 先吃东西呗 孙阿姨 来 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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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飞 我怎么感觉 你不太欢迎我来呀 你来我们这里投资 我很欢迎的 我来这儿可不仅仅是投资啊 我来是想和你 等着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这是不可能的 不是 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晚会的机会吗 我跟你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而且现在 我只能把你当朋友 黄辉 那个吴昌海这个人 他根本就不适合你 跟你说实话吧 我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结婚 我希望你在结婚之前 慎重地考虑清楚 结婚可不是一件小事 即使是你最后选择的不是我 我也希望你选择一个你爱的人 是 过去我是犯了很多错误 可是我这次来 就是想逆补我之前的过错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一次 我不会那么轻易就放弃的 跟你朋友 走了 拜拜 拜拜 这样 忙着呢 没忙着呢 九姨 买点啥 家不能买东西 还不能来了呢 不是 您是大忙人 您怎么不会来我们这个小店 您能顾倒 这话你是说对了 哎呀 这话你是说对了 今天你九姨来呀 还真不是瞎溜的来了 问你个事 喜不喜欢吴长海 九姨 你别懒得给我凝凝巴巴的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没听见 没听见 喜欢 这不就对了吧 你知道 我为啥非得要你一句话吧 为啥呀 你先男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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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走了不行了 黄菲 吴长海 你今天太过分了 我怎么过分了 不就当着你前男友 叫你几生媳妇吗 咋了 不用承认了 黄菲 那个来咱们这儿投资紫砂 那欧阳丽的人 知道是谁不 那个 就是方菲的初恋男友 人家这次来干啥的 那就是要把方菲 给周一会来 所以据我的分析 那个方菲跟吴长海啊 俩人肯定得办 那到时候 你不就有机会了吗 周一 你说的都是真的呀 你周一 你周一 你周一这红口白哑的 啥家说我吓唬 不是 这张海哥 能跟他分手吗 以前要没有这个欧阳 那他俩的事就摆着扔丁了 人这回欧阳来着干啥的 那就是把方菲给掰回来 可是 这方菲 不是那么容易被掰回来 所以呀 那不得靠咱们吗 敲敲鞭骨啊 追这小芬啊 我 我 我是被你 涌入花瓣的蕊 多过风雨 也错过明媚 我是一个 心事透明的露水 奔不掩饰 爱绝不虚伪 不虚伪 那些你 为我扛下的泪 都是心中 最暖的体会 以爱的命意面对 抱紧的人啊 不责备不防备 放手的爱 不温习不挽回 不以爱的命意 让彼此流下眼泪 我们初中有多美 抱紧的人啊 不责备不防备 放手的爱 放手的爱 不温习不挽回 不以爱的你 让彼此流下眼泪 我们初中有多美 不忘初中有多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